那时候在电视台 双翔炮那时候就是 连环炮 连环炮 双翔炮是泡面 台秦邀请 台秦远太高 耶 NQ 5月21号 青岛东路 比较心情不好 然后礼拜四就去直播 没有人说要取消 最主要是那天我们没有别人了 OK 大门锅的时候 以前的政治人物其实很funny 用原子弹炸小鸟 你像话嘛 可是后来我们在模仿他们以后 他们变得更funny 那我们怎么样比他们更好笑呢 答案是 你不懂我的心 无聊 我以前演一个角色叫包勉 在戏曲里面最后是被砸掉 明信片如雪片般飞来 飞到改变你编剧的方向 可你怎么愿意毅然决然地离开传媒 电视台养了太多 天下果真有这样的事